一个旅行博主的2019年是这个样子 12月 逆光季旅行团去了挪威 我们一起在北极滑雪冰调 体验圣诞老人的驯鹿雪橇 在神奇的极夜中飞驰 极光也如约而至 11月 我来到南太平洋岛屿 闯入萨摩亚的原始丛林 在斐济完成人生第100次潜水 在瓦努阿图的水下邮局 祭出一张给未来的明信片 10月 在南澳洲当了一次考拉爸爸 领略戴鼠岛的鬼斧神功 品味巴罗萨的红酒芬芳 9月 踏上南非大地 河马在我眼前咆哮 狮子在我面前睡觉 我们人类起源的老家 原来是这么美丽与神秘 7月 在加拿大变身一枚牛仔 追寻北美野牛 拥抱大美班夫 爱上大瀑布的壮阔 与蒙特利尔的文艺气质 还有多伦多表舅家 可爱的冰狗 6月 逆光季潜水团 来到马来西亚 第一次带粉丝潜水 小伙伴们也都成功拿到潜水证 我们到达了十八单了 五月帕劳是意外的惊喜 水下世界的精彩自不用多说 别忘了在牛奶壶里敷个全身面膜 美颜非常的有效 印度洋上飘了14天 除了沿途豪华的迪拜 淳朴的阿曼 神奇的印度 还在邮轮上尽情体验各种运动 3月与4月 51天抱走东欧15个国家 这是一片文化极其丰富 历史极其悠久的土地 为此我写了53000字的记录 和一篇关于布塔佩斯的爱情小说 二月刚过完年 我跑到海南环岛自驾 五指山的秀美 穷中的原生菜 还有美味的烤乳猪与糟粕粕醋 第二碗 不想吃 整不住 太好吃了 晚饭不用吃了 新年一始 篮半球跨年 在新西兰夏日的暴晒下爬山 现在太热 可能一会儿会死掉 暴雨中徒步 走了整整两天吧 我现在就是关心 还有没有饭吃 环岛自驾 普遍露营 最美的景色 都在路上 2019年 我抚摸过非洲最南端的海浪 凝视过极北涌夜之地的星河 在火山之上感受岩浆的滚烫 还在海底 与几百条鲨鱼共舞 2020年 我不想列任何愿望清单 只希望你们和我 一起去看更大更美的世界 我是逆光继 带你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 现在打扮成这个鬼样子 当时爬火山的时候觉得这个装备好奇怪 但是现在竟然变成了日常标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